花柱香奈慧是虫柱人的姐姐 加入鬼沙队的时间比较早 但出场剧情却很少 那是因为香奈慧一年早逝 执行任务过程中遭遇了上线二同模 在没有情报的前提下 即便是严重也得吃亏 毕竟同模单体近乎无敌 和同模交手间接震脱出香奈慧的实力 炭治郎成为猎鬼人前 鬼沙队还没有班文的概念 除了战国时期的起始见识外 班文就再也没出现过 在没有班文的情况下 九州无法击败任何一位上线 经历过和同模一战后 二柱香奈慧的实力得到证明 仅次于炎柱 从同模口中得知 他和香奈慧战斗到太阳快出山的时候 尽管非常想要吃掉香奈慧 但不得不选择撤退 换句话讲 为开文状态下的香奈慧 独自击退同模 这就和炎柱大哥 对战役窝座的情形差不多 炎柱当时和伊窝座开打时天快亮了 而香奈慧的战斗状况未知 目前已知同模实力远在伊窝座之上 就算香奈慧的战斗时间和炎柱相当 那也只能证明香奈慧的实力在炎柱之上 炎柱被伊窝座中伤后很快死去 而香奈慧支撑到和人间最后一面 香奈慧是香奈慧的妻子 实力甚至在重铸人之上 这方面也能表明香奈慧很强 在鬼杀队中实力只弱于炎柱 发注香奈慧实力很强 在鬼杀队中仅次于炎柱 为开文状态下独自击退同模 以同模的个性来看 不会轻易放弃吃掉香奈慧 但香奈慧用实力支撑到天亮 魔罗只能无功而返 脸非常憧憬香奈慧的强大 但自己的力量太小只能用毒来杀鬼 在忍的削弱下 香奈护活一支柱成功击杀同模 谢谢大家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点赞订阅我 我们下期见